人生 我们应该活得更加的从容 活到老 学到老 终身学习 下一个问题 新冠病毒和细胞 都是微生物吧 我们现在都在聊这个 大小差多少倍 三十倍 十万倍 一百万倍 还有人敢猜吗 新冠病毒和细胞 要差到上千万倍 我们人体最大的细胞是什么 是卵子 对吧 我们都是一个兽精卵来变的 一个兽精卵的大小 大家记住啊 一百个微米的直径 如果孩子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微米 针尖那么大 肉眼刚好能看见 因为我们的视网膜是 七十个微米的分辨率 刚好能看到一百个微米 新冠病毒的直径是多大 一百个纳米 纳米是十的负九次方米 微米是十的负六次方米 差了一千倍的直径 一个新冠病毒站在一个卵细胞面前 就像你站在乾陵山面前是一样的 你要想都是微生物 都是看不见 但是它们的大小差距非常大 远远大于你跟一只大小 或跟一只蓝精的距离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不要相信眼睛 眼见不一定为十 我们假定都活到八十岁了 我们一生心脏跳第二次 三十一次 这个数我希望大家记住 一个人的基因 三十亿个 减积对 我们有多少个细胞 三十万亿个细胞 所以你有多少基因呢 三十万亿再乘三十亿 对吧 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三十亿个基因 你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一个大数据的载体 你买一个硬盘 也许就五百个G 一个T 你找到的存 若干个外壁的数据 每一个人都是这么精妙的一个机器 所以同学们不能躺平 对不对 躺平的时候心脏不跳吗 还是跳吗 既然有一个器官跳 你就不能说你在躺平 所以我们还是应该 积极地去爱护我们的生命 大家好我是野叶 过年期间大家不妨唱唱歌 为什么 因为唱歌可以改善 老年痴呆的愈症状 这是向非同学的一个保留节目 也就是说 大凡跟中心神经系统 退性性疾病 俗称的老年痴呆 我们都有兴趣讲一讲 人类受病院里长了 世卫的统计 2021年 全球人居性受病 已经达到73.7岁 到2050年 会增长到77.2岁 中国现在的人居性受病 是78.2岁 这就意味着 这几年出生的人 大概率可能 都能活到90岁 或更多 我们知道活得更久 就并不代表 你就能够活得好 活得有质量 上了年纪 很多疾病就会早上来 不管是癌症 三肛 心脏胸疾病 那包括我们今天说的 老年痴呆 这个不太雅的名字 实际上 他们都是常受病 尽管我们的身体技能 还可以健康的到 70 80岁 但是我们的意识 可能未必会同步 一开始呢 你觉得就是老了 反应迟钝了 后来明白 这其实是你的大脑 出了问题 这是一个 蛮伤心的事情啊 也就是说 我人还在 但是我已经 慢慢的跟时间 失去了联系了 2022年呢 中国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当中 大约就有1500万的 老年痴呆患者 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 老年痴呆 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 是一种综合症 它可以伴随到 多种症状 抑郁是其中 最常见的一种 有研究认为呢 老年痴呆 可能和遗传 有一点的关系 比如说 要是有 APOE4的基因的人 患病风险可能会更高 可惜的是 遗传只能解释一小部分 我们对老年痴呆的了解 依然严重不足 而市面上相关的药物 通常也很难 去全面的应对这些症状 人类就开始寻找 有没有可能 用非药物的手段 对这些老年痴呆进行干预 就在去年3月份 发表在柳叶刀 老龄健康当中的文章指出 一起唱歌 就可以显著改善 老年痴呆患者的抑郁症状 研究采用了两种 标准化的乐疗法 一种叫团体乐疗法 具体来讲 就是8到10人一组 定期教他们唱歌 使用乐器 关注患者当下的 心理社会需求 而另一种叫 唱一些熟悉的歌曲 管理更开放 强调的是人际之间的连接 包括情感之间的健康 研究人员把318名 老年痴呆患者分成四部分 每个部分 采用不同的治疗方式 既有用单一疗法的 混合治疗方法的实验组 也有只享受 养老院常规照顾的对照组 经过6个月的干预期 研究人员发现 仅采用修前和唱团疗法 也就是说 强调交流互动的这一部分人 抑郁症状的改善效果最明显 而且这个症状没了 其他精神症状 生活质量都产生了极其的影响 对于患病时间更长的患者来说 两种因应疗法的干预 其实都有效果 研究人员也给了一些解释 修前和唱团疗法更有效 归根结底 跟它更好的社交互动性有关 同时修前和唱团的形式 也更具备拓展性和成本优势 它也可以适合于 在更大的人群当中展开 也不需要整夜培训 那这个要求就更低了 另外一个角度 大家也明白了 当麦爸自己唱 看来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唱歌的过程中心情愉悦 重点是要跟兄弟跟朋友们 跟姐妹们一起唱 才有利于改善症状 当然脑袋灵光的小伙伴可能会问 那我们现在大爷大妈们 最爱的广场舞 有没有类似的效果呢 要不要从旋舞团 改变成合唱团 这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咱们也不能太多的去扰民 今天医学界的共识是 动起来的确可以预防和改善 老年痴呆的症状 希望有一天 我们能不能动和唱 结合起来 共同来对抗 这样的一个人类的顽敌 2500多年前 孔子在问众弟子的理想的时候 曾希说 母春则春福继承 冠着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 欲呼仪 风呼五鱼 勇而归 现在看来啊 这样的生活状态 大概是我们都期盼的状态 我们现在聊一个最典型的道理 谁是地球之王 人类 还有人认为是别的吗 哎 微生物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从三个月 感谢 但是我们很多人得肝炎吧 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让乙肝能够转归 让乙肝从阳性变成阴性 新冠病毒只有三万个剪辑 却很厉害 SARS 很厉害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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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任何一个物种的时候 我们都要想一想 要对它心存感激 不然有一天外星人来它吃人 是不是也挺公平的 就像你们吃小龙虾 就像你们吃猪蹄爪 就像你们吃大闸蟹 大家也不觉得怎么样吧 所以某种程度上讲 在某种程度上讲 大家好 我是尹燕 脱发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头等大事了 根据2022年国民健康洞察报告的数据显示 国民健康前十大的问题 脱发占比28% 尹哥周围很多同事30来岁 有一部分男孩给尹哥开会 已经开始戴帽子了 尹哥就知道了 大概已经发量稀少了 这个脱发危机实际上来的有点快 我们国家目前看数据21.3%的男性和6%的女性 有这样脱发的困扰 这个你算下来 差不多两亿个可能有这种困扰的灵魂 与复位相比呢 年轻人脱发的平均年龄 整整提前了15-20年 再之前 自然也就Nature上的一篇研究呢 发现了高脂肪饮食会先让您变胖 再耗掉我们的头发 诶 这里就有意思了 脱发如果和饮食相关 也就是说和营养成分相关 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补充一些营养补充剂来避免脱发 那有这样的一篇文章 刚刚发表啊 叫《皮肤病学记药》 总结了30余项营养剂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其中呢 具有抑制无阿法怀炎煤作用的营养补充剂 包括聚棕铝和提取物 南瓜紫油 可以影响雄激素的脱发 而一些免疫调节剂 比如说白草总肝和复方肝草酸片 可以调节T细胞气活 包括斑突啊 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压力大的也会有 都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而生长激素调节类 比如说辣椒素和异黄酮 可以增加胰岛素生长因子1的产生 对毛囊发育和毛发生长周期有这样的作用 另外海洋蛋白质 可以对头发提供必要的营养 从而减少脱发 还有一些是来自于植物的多成分盐养补充剂 也具有抗炎抗炎化的特性 除了这件研究以外 早在2017年 《细胞报道》上发表了一个有趣但意义重大的研究 发现肠道菌群失调 以及同时如果缺乏生物素 生物素也就是维生素H 可能会导致脱发 如果补充一部分生物素 调节菌群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缓甚至是逆转脱发的 总体来说 上面讲到的这些营养补充剂 它的安全性普遍是良好的 那么能不能改善头发 在一些小规模的磷层研究当中 也有不错的证据 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大规模的磷层研究 使得这个结论会更加的确定 解决头等大事还是一个难题 我们能做的呢 睡好觉 好的心情 均衡营养 包括适当的调节菌群 希望能让我们的头发森林越来越冒险 我们今天身处在历史的什么位置呢 这是一组双螺旋 在过去我们经历了若干个时代 农业时代 工业时代 信息时代 生命时代 我们解决人类和粮食的问题 到了工业时代 我们解决人和原子的问题 到了信息时代 我们解决人和比特的关系 而今天我们到了生命时代 生命时代 会融合过去的物理事件 信息事件和生命事件 它开始从一个过程走向一个永虚 你想 我们可能今天工业品都太多了 我们今天互联网上的大量的信息 大家也看不到 都看不过来了 但是谈到生命 有谁会觉得自己健康不好吗 健康的时候 有谁会嫌自己活得更长呢 所以生命时代 带来的是一个永续的发展 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 我们都要去学习生命科学的原因 我们都比较熟悉IT的发展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IT 我们从计算时代 小型机 IT服务器 一直到今天的云网端融合 大家所熟悉的都用得上的手机 在我毕业的时候 手机还没有完全的普及 但是我们知道 手机经过了1G 2G 3G 4G 5G 我们看到的媒体形式 从过去的报纸到电视 到数字电视 到互联网 到移动互联网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AR VR还有元宇宙 但是我想说的是 其实生命科学也是跟着同步发展的 1946年 有了第一台计算机 埃尼阿克 也就在那个时代差不多 1953年 我们知道了 原来我们的DNA是双螺旋结构 大家脑补一个麻花 在小型机出来的时候 我们大概知道了生命的中心法则 从DNA到RNA再到蛋白质 在2G开始普及的时候 差不多就是上个世纪90年代 我们的人类基因组开始同步了 等到3G的时候 我们把测序技术成本大幅度降低了 4G的时候 我们开始测了全世界千人基因组 今天走到了5G 我们看到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基因组成为可能 在这个过程中 在IT上 我们看到的是 1945年的曼哈顿原子弹计划 1969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 他们都催生了硅机加工的极致工具 就是今天我们听到最多的 中国造不出芯片 卡脖子的这个工业母机 叫做光刻机 同样的 我想说 就因为有了1999年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是上个世纪三大科学工程 它催生了碳机解码的极致工具 这个世纪现在正来正去 这两个东西都是最早的 一个是智能的芯片 一个是生命的解码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上 中国有机会呢 就是因为在做光刻的时候 四五年的时候 安加克做出来 69年的时候阿波罗登月做出来 这些中国都不是第一批的 但是99年开始做第一个人类基因组计划 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个领域 我们比较有信心 五月份我们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是一个小老鼠的培胎 一个小老鼠的培胎 切片 然后一个一个给它测序 我在此必须 震动地为实验动物们默克哀 小老鼠为人类的健康付出了太多 我们经常说胆小如鼠 其实我们应该是胆小如人 对吧 我们从来没有用自己做实验 我们都拿老鼠做实验 这只老鼠测胎的培胎 我们测了多少个细胞呢 同学们猜一下 这个是114万 这个大家觉得测了多少 1200万的细胞 测了58个T的数据 这就是说为什么生命科学 会极大地带动整个全世界的基础科研 计算向前大幅度发展 上个世纪呢有一个最扎心的问题 叫李约瑟之问 它其实的问题很简单 中国的科技 它拿欧洲 西欧 北欧和中国来比 说你的这个科技一直领先到了宋朝 我们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 我们中国古代比如说原住率 狗股定理都很好 也很发达 为什么宋朝以后这1000年的时间 中国人几乎在没有原创性的 特别是科学上的贡献 他当时给了几个假设 第一个 中国有科举 这是随朝开始的 可能更多地扼杀了 人们对自然规律的一个探索 大家思想要不在古书 要不在名利上 当时我们科举只考一科 考什么 基本就是考作文嘛 我们简单简单就是考大语文嘛 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我们不太研究天文啊 地理啊 数学啊 那第二个问题呢 中国儒家的传统的学术传统 我们很重视道德 但是我们不太重视定量管理 我们不会非常精准地去描述一个问题 比如说大家现在觉得 在就拿贵州省吧 任意两家的麦当劳 或者肯德基 做出来的味道是不是差不多 但是你们能给我说 有两家店做茶望面是一个味道的吗 几乎没有吧 因为我们加糖的时候会怎么说 加盐的时候会怎么说 少许适量 我们描述温度的时候会怎么说 带锅 油锅 微微冒出油气的时候 酸面炸至金黄 你说的金黄和我说的金黄 是一个金黄吗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如果不能把这个东西准确地定位 比如说180度 就是天附罗的应该的水油混合点的温度 那我们真的是做不出来 4纳米的这样的光刻机的 我们一定要学会用绝对精确的 没有奇异的语言来描述科技的问题 北宋张载张恒渠的恒渠四句 为天地利心 为生命利命 为往胜济觉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觉得大概我们能做的事 这几句话已经概括到头了 但稍微可以补充的话 不是为往胜济觉学 而应该是效往胜创觉学 都是济就没有新的了 科技需要突破 不能仅仅是遗传而不变异 但我更想说的是 所谓大学之道先至其之 至之再格物 什么是格物 就是追求一个事物的基本的原理 基本的方法 或者说对生命科学语言来讲 什么时候生命科学 能够用自然科学的最高语言去描述 它可以被特别具象格式化的公式所推导 所预测即使是一个概率 它也可以被收敛在一个小的范围内 那么这就是我们讨论的一个格物 比如说这是手机 我们看看手机怎么格物 这是一个什么手机 折叠屏手机 大家拿到第一步肯定会说 哇 这个东西真的是太棒了 我们从来不知道 屏幕原来可以是软的 这就是一个买手机的水平 你要是一个卖手机的格物 应该怎么样呢 你得跟他说八寸大屏 四千万像素 四摄像头 还是莱卡人症啊 这是个卖手机的水平 如果你是个修手机的呢 你就得告诉他 CPU 这是华为的 它是华为的麒麟的9905G 折叠屏是京东方的 为什么能折叠呢 因为它是双层航天级的 具现亚安的柔性材质 它可以接触出 上十万次的这样的弯折 这是一个修手机的格物 如果是第一个造出手机的 大家觉得那是应该什么样子 或者大家想一想 中国今天能创出一个手机吗 还是说我们仅仅能组装出一个手机 一部手机的背后是什么 十个诺贝尔奖 一部手机的背后是这些东西 晶体管 激光 GPS 精震 液晶 精震电路磁盘 CCD CMOS 光纤 LED 锂电池 如果在这任何一个诺贝尔奖里面 都没有我们中国人的贡献 你说全世界有哪一个国家 会觉得你的产业上就可以光管挣钱呢 你管研发 我管挣钱 大家觉得这公平吗 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今天讨论的很多在产业上的卡脖子 实际上是我们在科技上的卡脑子 如果我们不投入在基础科研上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一步地去引领 让我们的科技来复兴的 来了华大 我们怎么格务呢 这是什么菜 我在其他的地方讲课 有人认出说这是大葱 那这个课就没法讲了 焦白 基本上 如果你是一个 哪怕就是一个在家里负责做菜的 你也知道这是焦白 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可以炒肉 但如果你是一个 稍微对植物学有一点感觉的 你就会知道 人家本来不是菜 它叫焦瓜 它叫焦笋 它的种子叫菇米 这个菇米啊 还是咱们古代的六谷之一 就是人家这个东西 原本是产米的 如果你是学农艺的 或者学植物分类的 知道它产米 那就知道它必然是河本科的 它是河本科孤属 大米的亲戚 小米的亲戚 小麦的亲戚 或高粱的亲戚 它们都是河本科 也就是说 它原来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好了 它为什么最后变成了一个 进步棚大的一个焦白呢 到了华大 在我这儿的格物 对这个焦白就要变成 金柱大小590兆 30条染色体 其由米变菜 是因为真菌感染 换言之 这是一种天然转基因的作物 什么是发生的呢 根据我们的分子中算 可能是宋长的年纪发生的 刚好这个东西被真菌感染 它要遇伤 静步就膨大了 然后那个时候 因为我们的水稻产量上来了 它就慢慢地 不用再去用它来产米 它就变成了一个菜了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 它为什么是一个很有趣的 关于一个植物的购物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们 以后看到一个物种 不能只是说 哇好大 哇 好可爱 希望你们都能用一套分裂学 去规范它 界门钢木科属总 至少要知道它是动物 还是植物 还是微生 比如说 看到黄瓜 你告诉我 这是葫芦科的 看到茄子 你告诉我 这是茄科的 看到白菜 你告诉我 这是十字花科的 看到猫 你告诉我 这是食物猫科的 我们可能 语言就会越来越多 我们可能就会对生命的觉知 越来越具象 大家好 我是尹业 今天咱聊一聊肥胖 疾病和性别之间的关系 现代科技的确是发展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风营 甚至是过剩的社会 出门有车 六个弯 咱们就到超市了 你可以说生存的压力小了 反过来讲 我们的运动少了 而吃的多了 人就超重甚至肥胖 逛街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很多发达的国家 包括中国的一些大中城市呢 五不一小胖 十不一大胖 特别是现在 在我们的校园里 超重的人不计其数 2020年7月份呢 刘一刀发表了一篇文章 分析了64.5万人的BMI水平 其中显示呢 从2004年到2018年 中国人平均的BMI 从22.7升到了24.4 这个已经超过了 我们23.9的 这个所谓的正常线 而肥胖 这里只大于30的 它的这个比例 从3%上到了8% 应该说令人担心的是 科学家发现 在中国 比如说 男性受教育程度越高 就越容易肥胖 包括尹哥 中国的女性很了不起 受教育程度越高 女性往往越苗条 这可能和社会文化因素 也相关 而刘一刀还有一个研究 显示呢 早在2014年 中国肥胖的男性和女性 就已经略夺于美国了 肥胖带来的不仅仅是 体态方面的影响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疾病 和更高的死亡风险 根据WHO的统计 全球每年 有280万人死于超重或肥胖 而世卫组织自己也说了 这个可能还会被低估 肥胖的危害呢 虽然宣传很多 真正能成功减肥的人并不多 你有没有想过 减肥这个事儿 其实跟性别也相关呢 最近呢还有一个发表 在细胞杂志上的子刊 发现小鼠的脂肪组织 构建血管的这个内皮细胞 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 雌性小鼠更容易增值 而雄性小鼠对炎症更加敏感 通俗的来讲呢 如果变胖了 雌性小鼠体内 就会有更多的脂肪血管生成 有利于能量的运输 以及为这些不断膨胀的脂肪组 提供氧气和营养 而雄性小鼠不怎么会长血管 体内就更容易出现炎症 所以也就更容易发现 与肥胖有关的 心血管疾病 一道素抵抗糖尿病 这些问题 同时呢可以加以发现 老年雄性小鼠的内皮细胞 会表现出更多的炎症敏感特征 由于人鼠之间的基因相似度 我们之前也讲过 达到了80%以上 所以很多在老鼠身上的生理现象 在人身上也是有可能出现的 男同胞们明白了吧 同样是胖 我们风险更大 所以引以为戒啊 我们一起保持更好的身材 性别差异 在肥胖的治病机制当中固然存在 但不意味着女性胖就没有威胁 归根结底 肥胖还是我们的一种基因 不是 现代人应该更好的用 我们人性当中的积极性 来克服这些自私的基因 在人类以来的这几百万年呢 我们一直缺乏 所以呢 我们可能在遇到食物的时候 都会疯狂的把自己填饱 归根结底呢 你能够意识到这个问题 我们就应该针对心理采取措施 保持健康的身体 需要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需要有个良好的心情 更需要让自己动起来 新的一年 让我们一起活得健康 活出精彩 生命如此神奇 我们接着看 最小的使用量子技术的行销是什么 我们的叶绿体 所有的绿色植物 只给它照太阳光 它就那么光子 变成它的化学能 这个转化效率要比我们今天人类的光伏 效率要高好多倍 最小的三地打印工厂是什么 我们的核糖体 源源不断地把我们的氨基酸核成蛋白质 就是比如说大家打了疫苗 为什么会产生抗体呢 我们核糖体在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这是什么 最小的共享单车模式 这是一个蛋白 它可以理解成是一个分子界面的一个驱动蛋白 给它一个ATP 它就开始走 我们在人体的37万亿的细胞里面 我在说话的这一刻 不知道有多少 我的这样的一些激动蛋白就开始走了 所以你们躺得平吗 真的躺不平 心脏不跳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它还在动 最高效的大数据存储设备是什么 我们的DNA 记住了 有人有一天问您 什么是这个地球上质量最少 存储量最大的 你告诉他是什么 DNA 大家这么想 一个受精卵就可以长成一个人 一个受精卵就可以长成一只大象 一个受精卵就可以变成一只蓝精 一个受精卵只有六个皮克的DNA 不如动物来讲 它的数据量是六个G 皮克是10的负12次万克 就是六个G 所以我们用大家今天熟知的 比如移动硬盘举例 一颗DNA 能存它的数据量 是一颗移动硬盘 能存储的数据量的10亿倍 还记得我刚才说 什么东西差10亿倍吗 新冠病毒和我们的卵细胞 大小差10亿倍 就这个样子 这就是我说的 数学上对就是对的 大家能够快速地在科学技术法上进行转换 这个对于以后大家建立起一个结构化的科学思维 非常有好处 我说的这些 其实它们都来自于自然 我们今天开发出了无数的工具 后来发现都离这些自然的效率还差之甚远 因为今天叫生命科学之美 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蝴蝶的翅膀 26个字母我们居然都能在自然的蝴蝶的翅膀当中找到 还说生命不美吗 这是我们的酸螺旋 DNA 大家如果不明白 想想麻花 就像一个麻花一样 你跟我的基因差多少 差不多 没错 我们生命只有四张基本牌 没有26个字母这么复杂 A T C G 就这么简单 31对 无外乎就这四个字母来回来组合 我们可以随便念 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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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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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C G G G 这样子一直念就行了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跟这些物种大家的基因相似度 我们可以一个小草 基因相似度是多少 17 苍蝇还记得吗 鱼呢 老鼠呢 老鼠呢 猴子呢 所以看到前灵扇的猴子 不能再为它烂香蕉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之间共享了90%多的基因 我们是哥们儿啊 星星呢 人和人之间呢 千分之五 千分之五 我跟你之间就差千分之五 当然我们如果性别不一样 我们差一条两四体 男性是XY 女性是两条X 那么 身高的差异 1.0 2.26 这个唐吉先生 是一个尼泊尔人 基因思维纪录 记载的最矮的一个人 他大概只有半米高 他们可能就插在了几个生长激素的基因上 大家不一样 这是一对异乱双方胎 大家看长得像不像 这两个小女孩 但是肤色不一样 对吧 这有关系吗 其实没关系吧 你家的一只母猫 生了一只白猫 生了一只黄猫 生了一只黑猫 有问题吗 那为什么一个人生了一个黑的 生一个白的就有问题呢 少见多怪 对吗 其实 生命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 这个比例只有大约320%之一 但是它就可以去发生 别忘了 我们今天有一个技术叫亲子鉴定 对吧 我们可以很容易知道它们就是一对夫妻 这样的生了一对宝宝 我们可以看几个基因的表情啊 大家都可以测试一下 有些表情 力气都能看 比如说我们伸出拇指 有些拇指是直的 有些是弯的 我这个手就是直的 你们看 周围有没有人是弯的 有一个手是弯的 我告诉大家 弯的没问题 直的也没问题 这都是一种多态性 但是直的是掰不弯的 弯的是弄不直的 从某种程度上讲 如果一对夫妻 一个是直的 一个是弯的 他们结婚 他们的后代大概率是直的 我说的是大概率 因为它不会百分之百 甚至百分之八十就不错了 同样的 我们看看舌头 有些人舌头是能卷的 有些人舌头卷不了 没关系嘛 还有比如说 单眼皮和酸眼皮 一对夫妻 一个酸眼皮 一个单眼皮 结婚以后 后代大概率是 双眼皮 记住了 酸眼皮是一个险性的 这样一个症状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有一个朋友问我说 你这个不准呢 我说啥意思 他说我是单眼皮 可是我的夫人 你看 酸眼皮眼睛这么大 我家三个孩子 都是单眼皮 这是咋回事呢 我说 你看一看你夫人 高中的时候的照片 确定一下 她的酸眼皮是不是真的 大家好 我是尹燕 福布斯官网 在几周前 刊载了由著名科技作家 贝尔纳·马尔 撰写的一篇文章 对2020年的 十大科技趋势 做了一个展望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点 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 作者认为 我们现在讨论到AI 将进一步的渗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并且更为真切的创造出更加智能的产品和服务 文中第二点 讲的是部分 元宇宙的构想将成为现实 作者自己已经说了 自己不太喜欢这个星座爱的词 这跟尹哥的观点是一样的 但依然乐观地认为 到2030年 元宇宙将会有5万亿美元的产值 作者认为呢 2023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 AR 也就是增强现实 包括我们过去说的VR虚拟现实 将持续地发展 文中的第三点 讲的是如今大热的web3 认为它更加的安全 且更具有创新的区块链的技术 将有显著的进步 IFT也就是区块链网络当中 具有微信特点的可信数字权益凭证 将更多的会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而文中的第四点 提到的是连接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的 数字孪生技术 包括cd打印 数字孪生技术其实并不陌生了 现在有非常多的这样的 不管是工厂还是实验室 都已经可以通过在手机上去操控 在实体的控制 在实验室当中的装备和设备 所以 数字孪生可以简单地视为 真实世界的一种虚拟模拟操控 可以在安全的数字环境下 测试新的想法大幅度缩减成本 而文中第五点呢 他提到的是生物领域的基因编辑技术 认为它将带来一个全新的面貌 不仅会创造出具有全新特性的这些材料 比如说改善防水性 治愈能力 也可以用来纠正DA突变 解决食物过敏等问题 包括增强作物的抗病重害等能力 文中的第六点 他提到的是量子计算 包括相关技术的迅猛发展 认为它将比现在带来速度 可以快上上万亿倍的新型计算机 当然如果成功了 半岁而来的 我们一直说 那今天的这个密码 是不是都有可能被暴力破解掉 这些加密系统的失效 包括我们现在用的系统的崩溃 这个 期待各方的密切关注 为雨虫蒙 文章的第七点 是讲要遏制当下的 过高的摊排放 以应对气候危机 所以要发展新型的清洁能源系统 或者叫绿色能源革命 作者认为轻能 包括发展分散式的电网 会是一个大的趋势 文章的第八点 讲的是仿生学 更能替代人的 某些简单工作的机器人 包括我们的养老 包括一些失能 这样的一些护理 可能机器人会起到更大的作用 文章第九点讲的是 自动化系统的进一步发展 比如说自动驾驶汽车 自主分类 包括搬送货物的智能车等等 会快速的前进 而最后一点 讲的是可持续发展技术的探究 作者认为呢 制造智能手机平板 电脑和计算机等原材料 归根结底是有限的 即使是大热的云服务 也是高耗能的 那么对我们这个星球来讲 如何节能且源源不断的 可以保证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是未来的 更加长期的种种之种 因为我们做很多的基因研究啊 比如说 为什么能爬山 什么决定呢 基因 爬山基因 说真的有爬山基因吗 真的有 就要一帕斯吧 这个基因阳性 就特别的适应高原 耐缺氧 这个基因阴性 上去以后 就规规矩矩的吸氧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你说上去吸氧丢人吗 不丢人 有人跟我说 我要凭我的意志品质 我说你别扯了 我给你盆水 你进去埋头五分钟 你又不是鱼 我们基因其实没有最优 只有最适 基因跟环境起作用 前列山上也有熊猫对吧 熊猫为什么能吃竹子 你怎么不能吃筷子 什么决定的 基因决定了 对 替腕而腕 这是一个味觉的受体基因 那这个基因是干嘛的 感受到肉的鲜味的 如果你吃肉没味儿 你还会吃肉吗 不会 就味同绝辣了嘛 所以熊猫在长久的演化过程中 这个基因失活了 所以它就算了 因为吃肉不容易的 熊猫要吃肉它就去打猎呀 熊猫这个身材虽然也还不错 但是你让它去追那些 比它更灵活的动物 它也不乐意 久而久之 它的味肠道理就多了一种切毛虫 可以帮助它把竹子里面的纤维素 降解成它能吸收的糖 但是竹子里面的营养密度很低啊 所以熊猫基本上 你们看到它清醒的时候 它几乎都在吃竹子 充分证明两件事情对吧 第一个 吃素不一定能受对吗 没错吧 没错 再问一个开脑洞的问题 熊猫怎么能拍彩照呢 聪明 还可以呢 除了伸出手头还能怎么办 拉开它的眼瞼 对吗 看一看它的这个红眼球 这个红的眼瞼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就是熊猫 下一个 大象有这么多细胞 大象为什么不得癌症啊 什么决定呢 P53 对 P53 刹车精 一个细胞 不听话了 就可能变成一个癌细胞 我们用车去举例 油门踩到底了 刹车失灵了 这个车还能好吗 一个人 一个细胞里 只有一套刹车精 一个P53精 猜猜大象里面 一只大象一个细胞里有多少套 二十套 所以它能长这么大 它就一定会找到自己的方法 叫做生命总会找到出口 我既然有这么多细胞 我就一定衍生出来 配合于这个细胞 所产生的这种机能 这也是基因决定的 下一个 我们喝酒为什么会脸红 什么决定呢 基因决定了 什么基因呢 其实就是一个酒精基因 这个就叫做乙醇脱青霉 乙醇发生一次 脱掉一个两个氢 它就会变成乙醇 再接着脱就变成乙酸 乙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醋了 低冻冻的乙酸就是醋 所以喝酒的能力 其实是PK 每一个人把酒精转化成醋的 这一个效率 那从这个意义上讲 比如说 你的乙醇脱青霉挺厉害的 你的乙醇都变成乙醇了 但是乙醇不能变成乙酸 乙醇入血会进入到毛衣血管 毛衣血管扩张 你脸就怎么样了 红了 我知道贵州有特别多的好酒 酒虽好也不要贪杯哦 接着看 孩子们睡觉为什么会流口水 什么决定的 说完了以后你们自己都不想是吧 每个人睡觉都流口水 恰好是你睡姿不正的时候 口水流到了枕尖上 这还叫流口水 记住了吗 全民运动一定是对的 全民跑马对不对啊 不对 全民从事某一具体运动一定是错的 马拉松是一种极限运动 马拉松42.195公里 第一个跑完了全马的人怎么样了 所以你要知道 如果基因不好 轻易地不要去从事极限运动 不要连续不断地去加班 还有 说今天成绩不好 怪你爸还是怪你妈呢 哈哈哈哈 看到了我们大家在家庭的地位对吧 现在很多的时候就会问 有没有天赋基因 有没有特长基因 这个一般不是你们做 这是一般会叫父母去买单的 打电话问我的时候 说有没有呢 我后来想一想 我说不靠谱 他说为什么不靠谱呢 我会问 这孩子是你亲生的吗 完了那个爹基本上都火了 啪照片就发过来了 看 长得跟我一样 我说你这个天赋能测什么呀 他说 比如说他能不能是陈景润啊 他将来踢球能不能是贴到雷西的水平啊 他如果将来当个明星 他能不能变成一阳千夕啊 我说也没啥 请亲生父母先测 然后总结一下自己被谁混出来 人有天赋 没错 但人的天赋不是用基因能测出来的 我们要相信生命是存在的所有的可能性 我们宁愿相信我们自己有天赋 你就真的有天赋了 希望孩子们不要活在一个基因决定论里 这是一种数码化的算命 所以大家也不用尽信之 所以这就是一个我经常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对吧 说孩子究竟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大家觉得像谁啊 其实都像 我刚才说了 直的和弯的 但算眼皮的 它们都有两个基因 一个显性的 一个隐性的 然后大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组合 我们一般吵架的时候 父母都会认为好的都是自己的 不好的都是另一半的 对吧 比如说你笨就像你妈 你脏就像你爸 其实是什么问题呢 他自己笨他自己脏对吗 归根结底 父母其实没有太多的选择 己所不欲物施于人 己所欲者亦施于人 所以家长如果想孩子有什么天赋 请自己先做 哪些检测基因说了算 我也不能光窃邪不服症 对吧 这几件事情基因说了算 出生缺陷 与生俱来的基因 这个东西基因检测说了算 我们在孕前产前 心事而去做 比如说地中海贫血 我们这样的项目 实际上是可以通过基因检测来做到的 第二个 与时俱变的基因 我们的肿瘤 没有突然发生的肿瘤 只有突然发现的肿瘤 所以肿瘤的这个基因 我们提倡的是转防转治 第三个 外来侵入的基因 比如说新冠病毒 本来你没有这个基因 突然加进来了 最后你就开始被这个病毒所感染 核酸检测本质上就是基因检测 只不过它检测的是病毒的那一段基因 所以在座的各位 你们其实都做过基因检测 就这么简单 核酸就是基因的化学的称法 我们说DNA 说核酸 说基因 相当于你在说水 水蒸气 或说冰 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在化学上 我们会可能叫核酸 或者叫DNA 我们在生物学上就管它叫基因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家好 我是尹业 小的时候我还打过一个游戏叫大力水手 主角波派遇到困难的时候 一吃菠菜 就跟打了鸡血变超人了 尽管后来我们也知道 这就是一个元宇宙 现实生活当中吃再多的菠菜 你也不可能一秒就变强 然而还是菠菜这点事 直昌大学的研究团队在自然发了一个文章 让吃菠菜可以变强成为可能 它们用菠菜当中的提取物 成功治疗了小鼠的骨关节炎 让它们老化的关节软骨细胞反老还童 这个技术听着天马星空 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一个人 大概是有几十万一个细胞组成的细胞和人一样 你是用喂吃饭 细胞也要通过 比如说从血液当中进行的物质 能量 包括氧气的这样的一个交换 它能量的直接来源当然不是饭菜了 而是最后的能量货币 三零菜线干 我们学过生化的都知道就是ATP 那如果相关的核生代谢出现了故障 细胞就难以正常运转 开始衰老 所以研究人就在想 有没有一个办法可以给细胞也来一条能量生产线 让细胞恢复到衰老前的状态 再次发生机呢 于是大家就盯上了 植物细胞叶绿体当中有一种类囊体 这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场所 它就可以把光能变成化学能 同时释放氧气 但如果你直接把这个类囊体注入到动物体内 会被酶系统识别 好像又有一个外敌入侵了 很快被清理掉了 即使侥幸的进入到细胞内部 也会被溶媒体吞噬降解 所以这个不行 我们还得想想办法 研究人员呢 最后是利用动物自身的细胞膜 来包囊内脑体 这样就有一个伪装了 酶系统不识别 可以顺利的到达了细胞内部 这个算成功了一半 下来还得要去触发对内化学反应 研究人员通过光透小鼠的皮肤 照射软骨细胞 发现细胞内的ATP 包括ADPH的水平都显著提升 细胞的状态 我们以人类举例啊 从60岁回录到20岁了 重要的是 它的表情 也就是小鼠的关节状况 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希望这个技术呢 能够在生物和医学领域得到用用 给更多被病痛折磨的人带去希望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种类囊体 逆转细胞衰老的方式 今天看起来很巧妙 打破了每一个边界 但动植物之间 严格意义上讲 也不是有一个绝对的界限的 自然呢 总会选出一些神奇的物种 生命唯一不例外的 就是例外 有一个物动物 它早早就学会了这一招 躺平自由 晒着太阳也能维持生命 叫什么呢 海阔鱼 长得看起来像个兔子吧 它吃了藻类以后 就可以夺得藻类当中的叶绿体 养在自己的身体里 经过这一系列的骚操作 海阔鱼可以在没有食物各样的情况下 最多存活整整一年 它差不多也就是 能活这么长 同时呢 海阔鱼还有极强的再生能力 即使身手分离 也可以再长出一个新的身体 会有一种 我躺任我躺 你能奈我何的蛮横之气 2019年呢 海阔鱼基因图谱的绘制工作 由华大完成 发表在了《自然》杂志的子刊上 研究发现呢 它的基因组大小 仅仅是557兆 大概相当于一个人的基因组 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 但是它再生功能 包括利用这些藻类叶绿体的功能是强大 还是令人折舍 天地之价 无所不有 我们理解的先进 有可能仅仅是自然界的习以为常 科学不是发明 而是发现 我们的工具越强 我们就会越发的看到更多自然的奥秘 更加的谦卑 我刚才说 尹老师不是一个人上来的 我还带着什么上来 病毒 细菌 真菌 反正可能还有寄生虫对吧 大家都上来了 他们都在我的身体内 孤身一人恐怕永远也做不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个100斤的人肚子里面大概就有 三到四斤的细菌啊 你们还小 等你们再大一点 开始要减肥的时候 马上想 哎呀 少这三四斤 我不就清了吗 对不起 你死了它都在 它活的可能比你还长 更没有意思的是 它们的基因的总量是人类基因 人类是31个碱基对 如果算基因的话 大概是22000个 这些微生物的基因总量 是这22000个基因的 差不多100到150倍 所以每一个人都不孤单 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生态系统 菌群重量是体重的4% 150斤的人就6斤 它们的细胞总量是人细胞的3到10倍 它们的基因总量是人基因总量的100倍 所以这些微生物很大程度上讲 决定了我们吃的东西 甚至我们的情绪 好 这是一对同卵双胞胎 看 同卵双胞胎基因是一样的 菌群不同 体态迥异 这是一对科隆的老鼠 什么都没干 对调菌群几个月以后 瘦老鼠变胖 胖老鼠变瘦 所以减肥要不要调菌群 当然要调了 再看 这是我们看 一个人 他这个新生儿一岁的时候 他的菌群是怎么建立 这是他的胎变 就新生出来的第一次的分变 它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四个月 十二个月以后 这个从哪来的 看到了吗 妈妈的菌群 妈妈通过一年时间的喂养 终于成功地把自己肚子里的菌群 传递给了孩子 你们现在相信 微生物是地球之王了吗 我们每生一个人 我们就又跟着培养了一肚子的细菌 细菌聪不聪明啊 所以 为什么奶妈和亲妈 喂出来的孩子不一样呢 因为菌群不一样 对吗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 我们不能只考虑受精卵 我们要考虑遗传的时候 三个因素 我们的基因是来自于受精卵的 我们称之为血脉 我们的菌群是我们的微生物 我们称之为菌脉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讲的是中国话 这是我们的文脉 此三脉合一 才构成了一个社会属性的人呐 这是哪里 这是贵州省 艾艾茅台镇 对的 这是我们中国酱香酒之香 曾经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茅台镇的微生物能复制吗 为什么茅台酒就是比其他的酱香型酒 大家感觉更好吗 首先它确定的标准对吧 因为只有这个味儿的才好 不是这个味儿的可能都不如它 更重要的是 茅台镇的风土 我这里说的风土 包括了它的水 包括了它的空气 即使我把茅台镇的全 不公益复制 包括把其中的一部分微生物给拿来做 但酿出来的是茅台吗 那可能叫真酒 也可能叫喜酒 也可能叫钓鱼台 但它不是茅台 我们任意两个人之间的军群 还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明白 我们人类和微生物的这种互作 还是做了很多年 这些微生物 特别是在大戏当中的微生物 我们是很难复制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 也就是说这种酱香型白酒的酿制 其实也是很难被复制的 所以这是有人经常去问我 说野老师 你早餐为什么老秀这样的图 我早餐吃什么呢 如果我在家里的时候 酸奶 蓝莓 下面那个是什么 益生菌 要补充益生菌 来使自己在一个很好的状态里 要知道 有好多你觉得自己不太爽 包括随土不服 包括吃辣的受不了 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这样的一些军群 这些都是我所说的 我们跟微生物要做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尹燕 今天给大家聊一个 戴心养生 都听过戴心休假 什么是戴心养生 尹哥也介绍过很多 保持健康的方式 接着尹哥再给大家讲两条 简单实用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抖腿 第二个就是改变进食的适取 据不完全统计 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人 都会有抖腿的习惯 但这个抖腿有的时候 你是无意识的抖动 尹哥讲话都是有文献的 前一阵子发表在iScience 一个研究显示 科学抖腿主要指的是上下抖动 刺激什么呢 就是咱们小腿后侧的这个比目鱼肌 通过这样的一个刺激 不仅能使局部的氧化代谢水平 有效提高两到三倍 而且因为它是块大肌肉 它可以去极大的改善全身的指质和血脏平衡 甚至这个效果比一些运动 还有间歇性的进食还好 九座足包括尹哥在内的 也都在开始尝试这个运动 记得这个抖腿要匀速的 要受控的 用点力去抖 而且这个累计时长 这刚才做实验是四个半小时 但是你不要去盲目的追求这个抖的速度 要能够去感受锻炼肌肉的过程 要明白 我们有一种记忆 号称叫肌肉记忆 其实就是说 你慢慢的已经让你的时间系统习惯了 自身关节 肌肉力量情况良好的 我建议你可以加大一些抖腿的难度 比如说你加负重 绑一个弹力带 让你这个抖腿晃腿 都能够锻炼更多的肌肉群 记住 我们有非常多的肌肉都是在腿部的 大腿小腿这个肌肉如果好 实际上也会减少衰老的 我们再来聊聊吃 目前国内外都比较认可的 绿血团控制的进食顺序 是先吃蔬菜 然后再吃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类蛋类 最后吃碳水化合物 这个建议虽然是面向高血糖肥胖人群 但是尹哥建议我们这些忙碌的 比如说酒坐不动足等等也可以参考 他不仅可以保持血糖的平稳 还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肥胖 减少自身未来的健康风险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同样是酒坐 如果你能够科学抖腿就是带心减身 同样是狼吞虎咽 但是你改一个进食顺序 就是能吃一个平衡的减脂减糖餐 建议大家不妨从今天开始 试试尹哥教的这两个小办法 坚持一段时间后 也许会有不小的惊喜 在座的各位 我们都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生物 我可以上下左右 还可以跳一下 但是我能让时间往回走吗 不能 我们如何能够让时间静止呢 用温度冷冻时间 什么意思 这是每一年我们都要做的一个 算是在华大最有福利的一个项目 看起来像在献血是吗 实际上我在存我的免疫细胞 我希望有一天 用我年轻时候的免疫细胞 来帮助我自己 Yuma这个是我的基因 在2018年跟着长十一已经送到太空上去了 我们想做一个太空基因库 把我的基因做成干粉 小小的一点 通过一个火箭发上去 后来我问过他 我说这个会掉下来吗 他说会 大概700多年以后 我说好吧 我也没啥用了 我想用我能抓回来吗 说抓不到 所以这更多的就是给大家告诉 我们要把它存起来 这就叫做用温度冷冻时间 今天除了孩子们 我们成人以后 都是我们这辈子最年轻的一天 工业时代喜欢热 我们正常去冶铁啊 去炼钢啊 大概要1000度 1500度 我们今天最好的这种合金 包括乌3300度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些最快的飞机 它的这些适量发动机 大概就是这个温度 我们今天在讨论做人造太阳 及可控核聚变 它的温度可以达到1亿度 1.5亿度 工业需要热 生命需要冷 我们的细胞要存在哪里啊 冰箱行吗 -20度冰箱肯定不行 -80度冰箱存个一两年可能还行 长久的保存膜要把它放到液氮里 液氮的温度是多少 零下196度 要把细胞放到那里去 这个时候细胞几乎就不会再衰老了 至少能存20年 这就是我们说的用温度去冷的时间 比如说 这是2012年的诺贝尔奖 京东大学的山中生命教授 他把一个成人的干细胞 逆转到了5到6天 相当于受精卵之后的第5到第6天 是一个囊胚气的细胞 就在今年3月份 刘龙奇和他的导师米格尔 直接逆转到了第3天 这也是一个很有很有显示力的一个项目 也就是说 就算我今天60岁了 我依然可以把我的细胞逆转到 就像你刚刚来到 都不是你来到地球 是那个受精卵 还在你妈妈肚子里第三天的状态 8细胞期 所以我为什么鼓励你们将来都学习生命科学 我们对生命科学 才刚刚开了一个小缝 而物理和化学早就已经是一座大山了 我们要在新兴学中继续努力 我就取一点皮肤 一生长就变成全能干细胞 将来就可以 比如说你肝不行了 自己就做一个肝不就完了吗 今年年初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 有一个人心脏坏了 他移植了一个什么心 猪心 杀人猪心 我们说那个猪心 是在猪身上长的一颗人心 因为那个猪身上的那个心脏 它进行了基因编辑 已经把它编辑成了跟人的心脏差不多 可惜只活了两个月 但已经是很大的一个进步了 更好的方式 我们以后如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3D打印 用你自己的细胞作为填料 我们用这样的增材技术 就可以让一个人的心脏恢复出来 所以我又进水楼台先得月了 我又存了自己的一个细胞 大家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 所有人都存钱 谁存命啊 怎么存命 存细胞就是存命 所以我相信有一天 生命银行 会跟我们今天的这些商业银行一样 会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研究健康管理当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好 我是尹业啊 小的时候看这个西游记 特别是大闹天空啊 孙猴的厉害 把几根猴毛啊 就能变出分身 凭借这招呢 三特六臂的哪吒 也不是他的对手 后来看哈利波特呢 觉得伏地摩也挺厉害的 把自己的这个灵魂呢 分了七个魂七 不能够一一消灭 那他就可以一直的去存活 所以我想从小到大呢 其实大家也都觉得 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 尹哥做了生命科学这么多年 今天我们都知道 比如说瘦猴子吧 他拔一根毛发 他承载的信息和他能发挥的作用实际上是有限的 哪怕是用这个东西来做亲子鉴定 还得带上毛囊才能保证足够的准确度 如果就给我一个毛发 说让我变出一个人 在这一刻几乎没有办法去实现 当然生命唯一不例外的就是例外 人现在还办不到 但是有一个看起来胖乎乎的 叫做三般黑豹蠢虫的生物 却有他自己的特异功能 而这样的一些蠢虫呢 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 都有一些恐怖的再生能力 什么意思呢 你把他给切碎了 每一块都能再长成一个完整的个体 然后科学家们就希望发现他这种超强的再生的秘密 在2002年12月8号 哈佛大学在塞尔细胞上发了一个文章 就对这种三般黑豹蠢虫的胚胎发育过程当中 他为什么有这么强的再生能力呢 对他的多能干细胞的形成分子调控机制进行了跟踪 具体来讲是用盈光染色的方式 来追踪胚胎当中细胞的发育轨迹 他们发现当培胎1边2 2边4 4边8 8边16到16个细胞的阶段 研究员发现了一对特殊的细胞 只有他们的后代才会在再生期间制造新的组织 那这个能力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它是干细胞属性的一个细胞 为了确定这个就是成体多能干细胞的源头 研究员用了单细胞测序技术来检测他们表达的基因 并创建了一个单细胞水平的培胎发育数据基因 详细说明了从培胎发育到结束这样的一个阶段 哪些基因在其中期待的关键的作用最终还真的锁定了一组基因 他们认为这组基因同源物质其实在人类的干细胞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作用 也就是说它在这种演化当中是比较保守的就有共性 前几年同样的团队还对这种三般黑豹如虫的基因组进行了测序 发现一部分基因对再生有重大作用 他们就像这个开关激活了以后就会启动更多的基因表达 没有被激活如虫也就不能再生了 有趣的就是这些基因在人身上也有 但是蠕虫可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变成像漫威比如说死赤这样 只要还有一个细胞存在我们就可以再重生了 研究人员认为可能是这部分基因它传递给人类的信息和蠕虫是不一样的 甚至还有些其他更复杂的调控机制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这次的研究应该说就是刚才讲到的研究成果的一个延续 我们已经看到了蠕虫的再生机制是怎么运作的 即使到现在也跟和大家一样我们没有办法重塑一个机体 但是我们对不同物种的再生研究已经带来了一些全新的希望 不能复制一个整体的人能做一点组织器官 甚至细胞也好啊 在2022年的3月份 中科院广东的建考院和华大一起 就携手开发了一种非转基因的快速可控的细胞重变成的方法 可以把人类的体细胞直接用来